轻松的校园活动带你来到花莲市立幼儿园 他们今天举办了万圣节的主题活动 市长穿上了谢谢鬼德古拉的衣服和小朋友们一起唱跳玩耍 云方也精心了规划了各式的游戏关卡 让小朋友们依照不同的年龄做各种的肢体训练挑战 家长们也花尽了巧思 帮小朋友来做万圣节的造型打扮 场面热闹玩心 小朋友们做了可爱的各种万圣节造型打扮 连老师们也都带上了万圣节的配件装饰 而市长温嘉贤更是穿上了吸血鬼德古拉的披风 和小朋友们一起唱跳玩耍 小朋友们都相当的惊喜欢乐 这是花莲市立幼儿园所安排的万圣节主题日趣味活动 今天万圣节我们是又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 那主要也是让小朋友可以体验到西方的一个节日 那用快乐有趣活动的方式 让小朋友用闯关来体验整个不一样的一个西方的万圣节 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很久没有出来解放了 那也能够在我们田埔园区这里 能够有一些户外的活动 我看到每一个孩子都玩得非常开心 那也希望这段时间 还是要继续保持防疫的一个规范 那我们花莲市公所幼儿园的部分 也是持续的保持防疫的一个要求 来办理各项活动 那我们也让孩子们能够在户外里面 体验到各种不同的游乐方式 庆祝万圣节除了有各种鬼怪的造型打扮 还有契约赠送的棉花糖给每一位室幼小朋友 而幼儿园也精心规划了各个班级不同的游戏关卡 让小朋友们依照不同年龄 可以做肢体协调的训练挑战 好 换下一个 换下一个 你刚刚有一个对不对 换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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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碰到哦 慢慢的 这里可以跟着关 慢慢的 要背过这个线啊 会不会很太高 这好背 叽叽棒 小朋友 深呼吸之后别一口气 手就不要 这呢 可以带到该官来进行闯关的活动哦 不给糖就捣蛋 这是小朋友们的通关秘语 花莲市立幼儿园也赠送每位小朋友 一人一颗彩色球 大家把球往天空抛高高 场面热闹又欢欣 借旅会欢迎市报道